門一開民眾一個個往裡頭擠 跟風美國黑色星期五購物節 美食賣場首度加入戰局 快四點 早上嗎 對 早上快四點 就是下班就過來 家電吧 預算就便宜 便宜就買 從我知道它在哪裡 因為我來做過攻略了 只要黑色標籤就是超級優惠 號稱最殺的是電視買一送一 買60寸送45寸電視 只要38,499元 家庭聚員六件組 則是下殺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元 另外直立式冷凍櫃 以及空氣清淨機吸塵器 也有優惠 下殺最多四千元 不過大家最期待的3C產品 都沒什麼折扣 民眾有些失望 對 據我知道美國那邊 打的折扣都比較多 這邊都是少一千兩千 大家是滿失望的 其實我並沒有那麼認為 有什麼優惠 因為跟美國有點差 怎麼說 就是電子產品好像有些就是不太一樣 跟美國那邊 雖然是說跟美國黑色星球一樣 可是差的有點多 電器不夠殺來看看民生用品 像是美國五股牛小排真空包裝 每公斤685元 下殺535元 但是最熱區是蘋果 一格12顆299元 下殺149元 買氣相當旺 這一次其實大寧家店比較可惜的 它的特價的項目不是很多 北中南11家同步開打 南部還發生因為收銀台一度當機 雙方發生激烈爭執 火氣不小 人潮反觀車潮 台北內湖出現塞車潮 一路從舊中路往回塞 南港再塞到汐止 大家都想參與這場搶購潮 杜航報道